资料库 资料库名称问题一 资料表的名称也是问题一 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今天要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其实主要是透过Seql去跟他沟通 那其实你们可以 网路上Google一下 其实你会找到 像比如Seql的语言教学之类的 这边有相关的 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资料库的操纵 现在翻译有点怪,Insert,Update,Delete 那另外就是资料查询,Select 后面如果有一些条件就会 那Order By就是排序 注入此类的,比如Insert好了 Insert Into有没有 那你可以这个地方它有基本语法 或者是说 你们可以买坊天的书籍里面有提到 反正基本的至少要会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新增一笔资料 到资料库里面的话 那就是Insert Into 哪个Tablename 那Tablename指的就是资料表的名称 哪一些栏位 假设这边有五个栏位的话 那你要放什么资料进去 OK 那可以用Seql去跟他沟通 那在Assets里面 怎么跟资料库沟通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已经有建立一个 问题一的资料表 那如果我要新增资料的话 你可以建立 这边有一个就是查询设计 如果你要用那个Seql来查询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就是建立查询设计里面 这边从这边进来 那进来之后 如果要看到Seql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先关掉 关掉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左上角 就有大大的一个叫Seql OK 其实就是查询设计里面 有个Seql 那你点击Seql之后 它这边就是文字模式了 那如果这个文字模式 假如说你今天要输入一些资料 到问题一的话 那语法就是insert into 空一格 空一格 问题一 然后呢 再来告诉他说哪些栏位 刮胡 姓名 逗点 身高 逗点 体重 逗点 性别 逗点 标准体重 先告诉他栏位 刮胡后面就是加一个Values Values加S 然后刮胡 放什么东西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放文字的话 文字哦 像这个是文字 这个是文字 请你注意前后一定要加单引号 单引号 OK 那你想说老师那VBA以前为什么用双引号 为什么这边用单引号 我在想啊 因为双引号已经被用掉了 所以他就改单引号当成是文字的前后的包夹的符号 那如果你今天是数字的话 就不需要 文字才需要 OK 应该规则 当然你这地方如果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自己来建立一个Seql Seql 记得哦 Seql语法 这边 点一下Seql 那如果说你要新增一笔记录的话 就把刚刚的东西输入了 不过 如果你自己要输入这一串 恐怕有问题 所以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到我们的问题01里面的 这个地方 因为刚刚我们建立一个什么 资料库 对哦 请注意看哦 这边哦 我把字稍微放大 因为8号字可能太小 12号字有没有 Insert into 问题1 刮糊 有没有 Values 放这个资料 请你做什么事呢 Ctrl C OK 最好当然是自己打 如果可以自己打 如果不行 那你就先Ctrl C Ctrl V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要自己体会一下 然后呢 把它Ctrl V贴上 贴上之后呢 当然你可以修改一下 比如说不见得要叫羊叉叉 也许可以改个名称 比如说叫里叉叉好了 OK 假设你就是随便改一个 然后身高随便改一个178好了 然后体重的话是79 OK 大概就是任意的改一下 那 假设 那如果按个执行 理论上 它会跳出什么 您正要新增一笔 那表示你的Ctrl语法 没有错误 那你就按是的话 那如果什么时候会有错 比如说像这个 它明明是里 有没有 就是它是一个文字栏位 可是你忘了加什么 单引号 你执行过 你会发现 它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 输入参数 因为它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 所以你这个时候怎么样 取消一下 记得就是在这边加一个 单引号 然后可是如果数字 不需要加 你却加会怎么样 有印象中好像 它还是可以过 它还是帮你丢进去 还是帮你很贴心的转成数字 所以Seql还是有点人情味的 不是说死吧 但是仅限于什么 就是文字丢到数字里面 它会自动帮你拿掉 OK 然后其他 还有 标准体重也许你打错了 假设标准体重不见 对不对 如果执行会怎么样 它这个会出现 未知栏位名称 有没有 那所以你就是要检查一下 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都没错了 它才可以让你执行 它才看得懂你到底打什么东西 所以基本上 这个Seql主要的用途就是说 跟那个资料库做沟通的一个媒介 所以你执行 按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到我们的那个这里面 就会新增一笔 但是你想说 老师没有啊 没有新增啊 为什么 因为它要重新整理 所以你要重新整理的话 你可以看到在 在哪里可以重新整理 好像有个重新整理功能 或者没有的话 你就按那个F 这边有了 有没有 重新整理一下 所以资料出来了 有没有 OK 那Insert Into之后 它不会及时更新 你重新整理一下 它就出现了 那你可以再切回查询 这边还可以 那除了这个之外 也许 因为我们重点是Insert Into 那最后只是 再来就是把它查出来 所以你可以 这个应该是 Seql主要所有 From问题一好了 那比如说 我今天要查 所有东西怎么查 把Seql主要 所有只是说 所有栏位 From哪一个Table OK 那你可以把这一串 假如说你要查别的 你就把这个贴上 这样一下怎么 设计里面一个直行 有没有发现 它帮你查出来 那如果说呢 你要再回去刚刚的地方 你就是设计检视 这边有没有 有个机关 在Seql检视 又跳回来 那如果说你要找的东西 是问题灵异里面的 性别里面的女生 那怎么办呢 后面加一个 就是筛选条件 就是什么 会有 其实这些细节 有兴趣自己看Seql语法教学 这些算是最基本的 会有哪一个栏位 所以你这边的话 输入一个性别 给它一个栏位 那如果是文字的话 请你用Like Like不是喜欢 Like是 在这边只是一个 它的那个 这个 判断的那个关系 然后呢 把 比如说女生好了 你就把女生打上去 女生 OK 这个时候呢 性别Like女 那我们一样去做执行 这边有个设计 执行 那你会发现女生就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 因为你可以在这边执行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ADO 帮你把这些讯息 传递给什么 SS ADO它所有传这个讯息 那现在 它显示的东西 ADO就可以 再把它抓回到Excel OK 所以你在这边做任何动作 未来都可以 丢给ADO 它可以帮你去做传送的动作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抓到 这个Excel里面 OK 所以特别重要 如果以后 如果你要查询 或者新增的话 通通都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Seql语法 特别重要 所以请各位练习一下 练习的部分 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一 建立 查询设计 把这个关掉 Seql检视 二的话 你可以练习两个 当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再练习Update 跟Delete Update就是修改 里面的哪一个资料 哪一个资料 姓名叫什么的 这个改一下 应该是问题一 因为我们前面就要问Delete OK好 然后Delete 则是把某一笔记录删掉 那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就是这个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来了解 就是说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做一个新增的动作 是在Excel里面 那是不是说 我也许今天填了一笔记录之后 那可不可以直接干脆就新增到 我们的 诶 这个地方来 自己新增进来 那这样的话 那我刚刚讲过啦 第一个要件是Seql 第二个要件就是ADO 因为ADO它主要就是帮我把 刚刚的这个语法 丢给SS SS接收到之后 它就帮你写进来了 OK 类似像这样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刚刚我讲的这个Seql部分 来练习一下 然后画面先画面对一下 对嘛 我正好 棚子